8月3日 国新办就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燃成奇表示 7月31日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标志着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圆满完成 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 北斗三号2009年11月启动建设 十余年来工程建设历经关键技术公关 实验卫星工程 最简系统 基本系统 完整系统 五个阶段 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 开通全系统服务 建成及开通 开通及服务 一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自主可控 400多家单位 三十余万科技人员 极致攻关 攻克 新坚炼录 高精度原子中 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500余种 气部件 国产化研制 实现北斗三号 卫星核心气部件 国产化率 百分之百 燃成其介绍 北斗系统功能强大 其功能性能指标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北斗三号具备导航定位 和通信售船两大功能 可提供定位导航售时 全球短包吨通信 区域短包吨通信 国际搜救 新机增强 地机增强 精密单点定位 共7内服务 是功能强大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20性能指标先进 全球范围定位 精度优于10米 测速精度优于 每秒0.2米 受时精度优于20纳秒 服务可用性 优于99% 亚太地区性能更优 燃成其表示 目前北斗系统 以全面服务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 救灾减灾 农林牧鱼 城市治理等行业 融入电力 金融通信等 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大部分智能手机 均支持北斗功能 支持北斗地基 增强高精度应用的手机 已经上市 构建起 即芯片 模块 板卡 终端和运营服务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同时在国际上 北斗已是联合国认可的 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北斗已是联合国认可的 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与美国 俄罗斯 欧盟 卫星导航的 兼容与互操作 及系统间合作 持续深化 相继进入民航 海市 搜救卫星 移动通信 等多个国际组织 多个支持北斗系统的 国际标准 已发布 目前 北斗相关产品 已出口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向一级以上用户提供服务 基于北斗的国头测绘 精准农业 数字施工 智慧港口 等已在东盟 南亚 东欧 西亚 非洲 成功应用 据了解 十年以来 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 总体产值 年均增长20%以上 2019年达到3450亿元 2020年有望超过4000亿元